娱乐至此金钱之上一日一更的全美又来了 平平无奇的工作日又来了个平平无奇的瓜 前两天就有营销号预告 要放一个选秀爱豆出身 2000万流量的姐弟恋瓜 话重点是男女主角加起来2000万 于是被粉丝调侃 难不成是2000万流量男爱豆和我 不过后来看到瓜 每个关键信息都对得上 营销号倒是也没骗人 只不过南四里线 南五肖战 这就勾起了辣妹的好奇心 整个过程透露着诡异且好笑 给大家复盘一下整个过程 一开始呢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绯闻恋情而已 被爆出恋情的是谷家成和陈小云 绯闻恋情被拍到的满石锤的 和一群圈内朋友聚会结束后的陈小云 独自带着喝大了的谷家成 坐车离开并去酒店开了房 全程打车开房 登记付款都是陈小云一手包办 不仅一系列操作显示出了亲密度 从目送谷家成被陈小云带走 却毫不惊讶的张远 似乎也能看得出来 他俩的关系在朋友圈子里 已经不是秘密了 鉴于当事人们的知名度 稍微介绍一下 这一对立陈小云的知名度更高一些 代表作也更多 最让观众有印象的角色是如意专里的索新 更出圈的作品则在戏外 和前男友于小彤高调腻外 有抓马的姐弟恋情 以及浪姐二里情绪时空飙泪 指责荣祖儿的异常大戏 都让人印象很深刻 那边谷家成就相对差了不少 他是和肖战同队的男团 X9少年团成员之一 还演过 哦我的皇帝陛下 扑通扑通的青春 豆破苍穹 十二坛等剧 不过记得他的观众应该不多 再看男女主的粉丝数 加起来确实有两千万 只能说确实是无人伤亡 甚至是无人在意 算不算塌房都还不好说 说实话 这样一对粉丝不多 爆出恋情 也谈不上塌房的绯闻情侣党 原本并没有什么 太值得引人注意的地方 基本上上个热搜 看一遍也就过了 但没想到的是 绯闻恋情曝光后 精彩的后续 随即轰炸式的袭来了 微博阿迪为用户88子的网友 以谷家成前女友的身份 从天而降 一篇冗长的小作文 爆了信息量相当大的瓜 说实话 这篇小作文给我的第一感觉是 求求前嫂子们 带锤莱斯的时候 能不能把标点符号 也顺便带上呢 对于这种 无标点符号的长篇大论 话重点 真的心好累 再看内容 果然不爱打标点符号的人 写出来的东西风格 也是琐碎续导 主词不分的 很努力的帮大家捋了捋 前嫂子 八八子 大概说了这么几点意思 一 他这次出来 是司 古嘉诚 去年七月 背着他偷吃 被发现劈腿的事 他说 古嘉诚在感情里 撒谎成性 不但背叛他的感情 还误导外界 以为他倒贴炒作 蹭热度 害他一直被骂 这个辣妹搜了一下 去年古嘉诚 确实被拍到过 绯闻恋情 时间也确实是他说的 7月2号和3号 恋情曝光后 瞬间见光丝 女生分手 怪媒体 让他失去了爱情 古嘉诚的好友 普某则发文 替他兄弟抱不平 说他兄弟 是单方面被分手的 当时一众粉丝 还心疼 爱豆 心疼得不行 谁知道背后 还有那么多别的故事 二 和古嘉诚的那段感情 给他带来 很大的精神伤害 曾经他为了古嘉诚 宁可放弃事业 为他洗衣 做饭 收拾屋子 甚至想给他当助理 可换来的 却是被劈腿分手 分手这一年多来 他身心受创 中毒抑郁 加中毒焦虑 三 为了力振古嘉诚 真的人品不好 谎话连篇 外加小气抠门 爱占便宜 八八子还给出了 下列几个证据 证据确实很劲爆 不过 却也让这个瓜子走向 从控诉前男友 变成了让前男友 射死的搞笑事件 看看八八子 筛出来的聊天记录 几重罪 小气加内涵队友 不送女友情人节礼物 索要礼物 说到要礼物 就不能不顺口提一句 他俩去年七月 剑光死的超好笑 神操作香皂事件了 前女友买了个漂亮香皂 他居然用刀切走了一半 当时的前女友 还觉得被抢走的一半香皂 是他爱情的见证 觉得很甜蜜 所以就伤往来着 综合看起来 似乎要礼物挺熟练的 话题转回来 到八八子的小论文里 他甚至竟然在和前女友的聊天中 内涵肖战 表示真正的暖男 不会说自己暖 因为那都是人设 比如某战 从这段聊天的发言时间来看 那时候正是二二七事件爆发 肖战的外公逝世 早黑粉垮火盆 其前途未知 时也近毁 且负面舆情最大的时候 但身为肖战的队友 他选择在这个时间段背后内涵 不得不让人感叹 人心凉薄呀 他和肖战究竟有什么恩怨 我们放到后面再说 这里八八子还筛了个 最好笑的聊天记录 聊天记录里 谷嘉诚说自己和李线很熟 住楼上楼下经常去找李线玩 还去他家凑饭吃 还嫌他家饭不好吃 结果八八子去找李线一求证 对 前嫂子也很厉害 谁的微信都有 包括李线 李线说压根不认识他 朝他为了聊女生而吹牛 还吐槽他是装逼侠 因为扯到了李线 如今前嫂子 首次谷嘉诚的瓜 确实热度惊人 大家都吃得不亦乐乎 段期内谷嘉诚 也有了射死的效果 长期就不好说了 毕竟大家健忘 资本也强势 似乎这个操作是成功的 可另一方面 李线的搞笑客串 演出也消除了前小子 首次爱豆的悲壮性 他自述的重度抑郁 加重度焦虑 被忽视了 前男友当初如何对他撒谎 如何抠门绝情的重点 也跑偏了 现在说这个瓜 大家只记得了 谷嘉诚吹牛未遂 以及吐小同行的 射死尴尬 其他都随风消失了 所以怎么说呢 好笑是真的好笑 不过笑完了 辣妹也得说说这个谷嘉诚了 谷嘉诚和肖战是 X9少年团的队友 他们于2015年参加了 浙江卫视的选秀节目 燃烧吧少年 其他成员还有赵磊 夏之光 彭楚越 吴嘉诚 郭子凡 燕许家 陈泽西组成 参加燃烧吧少年的时候 X9少年团刚刚成立的时候 肖战和谷嘉诚的关系 还挺好的 两人经常在镜头前面 亲密互动 非著名于平人 吴清公指出 但是肖战有点老实 而谷嘉诚太精明 谷嘉诚似乎总是欺负肖战 老实内涵肖战 谷嘉诚和赵磊互动时 谷嘉诚模仿肖战拍照 质疑为何肖战总是这样娘的画风 还有一次 谷嘉诚被记者问 如果去旅行 可以带一个同班去 你会带圈中哪一个朋友一起去 谷嘉诚说 我会带肖战 记者问为什么 谷嘉诚说 因为他欣喜 而且会做饭 如果这个采访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肖战应该挺开心的 可是记者又问谷嘉诚 女生做什么会让你心动 谷嘉诚说 做饭 又在内含肖战太娘了 爆出的聊天记录 真伪暂且不论 肖战的暖男人设 本来就没什么说服力 更何况是人设一说 肖战曾经在访问中 亲口所说 自己并非是暖男 如果觉得暖 那可能就是和自己打照面的关系 熟悉的朋友都知道自己很刚 你求 这不又又又翻车了 还是曾经在一个男团出道的兄弟 对肖战的性格不了解就算了 还让人发现聊天记录的时间是20年3月份 正是肖战陷入网报的时间段 曾经一个团奋斗的兄弟 竟然在肖战经历网络暴力 亲人离世时 没有关心 没有同情 反而是落井下石 人性的悲凉娱乐圈的虚伪 演得比古家城的戏还好 2000万的瓜吃到这个地步 还是没有吃到关键点 为什么说没有吃到关键点 曾在数月前 全网肖战古家城关系 真帖子的通告投放 放在现在来看 相比其他出现的某某某 和肖战私下关系好的帖子相比 古家城这个复制粘贴的投放 显得更加的讽刺和扎眼 同为男团出道 就算不了解 看百科上古家城的资源 相比肖战也不是好的一心半点 肖战不是公司主捧 共同出演的古装 哦 我的皇帝陛下 肖战给古家城做配 古家城的发展和肖战相比 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分水岭 成团出道后 前者资源空降 热门综艺皆有身影 反观肖战一个人出现在机场 用嘴吊着机票 自己谈资源 跑龙套找机会 再看到古家城以这样的方式 被网友讨论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任何行业都要努力 除此之外 彭楚岳 燕许佳 赵磊 三位队友 给古家城留言时 古家城对赵磊说 一行继续进行 暗逢赵磊长得太难看 就像一行一样 古家城似乎特别喜欢 和彭楚岳抬杠 但古家城因为文化素质不高 所以经常闹笑话 只要稍微写的深奥一点 古家城就看不太懂了 记得网络名言也不红 就是爱蹭吗 其实就是来自古家城 十三快男 宁衡宇曾经发微博晒照 结果古家城来了一句 也不红 彭楚岳有一次发微博晒照 结果古家城来了一句 倒是爱蹭 宁衡宇和彭楚岳 都毫不留情的怼回去了 古家城还怼过 零七快男 张远 古家城之所以和两个 快男关系这么好 或许是因为 董丹尼曾经是他们的老板 所以有往来 非著名于平人 吴清宫指出 陆思恒也参加过 燃烧吧少年 后来还参加创造营 2019 古家城也怼过陆思恒 这个圈子从来不缺 戴死流量的人 整这么多弯弯绕绕 哪何都是自己太胡了 胡也会让人疯狂 所有的唱反调 最简单的目的 就是获取关注 截取流量 如果能获得对方的回应 那更好 相比自己一直胡下去 那还不如 账胡行凶 为自己拨一次热度 相比丑陋的面貌 难看的吃相 蹭别人 内涵别人 又算得了什么 但是账胡行凶 能走多远 也要看自己的造化 辣妹想说 没人在意 才是最致命的打击 好了 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啦 大家有什么想看的 我们评论区见哦